周一下午 近200名南加州亚凯迪亚市居民 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前 要求市议会成员彻底搁置 或无限期延长 在城市内先建游民小型庇护所的计划 亲眼见证近年来游民增长趋势的林女士 对媒体表示 这是她第一次愿意站出来抗议 她认为游民不会每天待在屋内 若在街头 公园 居民区行动 会给周围学区带来安全隐患 她也担忧 庇护所还会吸引更多游民嵌入 其中如果有州府提前释放的囚犯 会大大威胁到社区安全 同时有市民澄清 民间只是反对这个 把游民住所建在社区的项目本身 并非反对帮助游民 尽管民间的反对声浪强烈 但市府依然没有在周一晚间的会议上 做出撤销这个项目的决定 而是以5比0通过了市议员郑博人提出的一项动议 这项动议的内容包括 日后重新讨论是否成立研究游民问题的居民咨询委员会 并在未来120天内 举办几场针对全体居民的公开会议 并将会议内容翻译成中文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下方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佳音